何如云昨天出庭 这个可能是谈离婚 可是记者拍到 他在庭内的时候 听到他跟对方的律师 大小声 然后后来是在庭外的椅子上 自己一个人坐在那边抱头痛哭 久久不能自己 那我想那个心情 我想实在我们很难体会 那我想这个离婚这件事情 可能不是容易的 然后再来就是 有人是会反击的 那我想请教一下文婉 这个新闻大致是怎么样 其实在据这个整个新闻的 那个走势 整个过程 其实据了解 其实何如云是在去年的四月 其实就已经主动提出离婚 可是过程里面 我们后来看到 惊爆的地方是在媒体 他暴露就是说 原来就是他们觉得 他们两个 因为何如云后来不是付出吗 大家都觉得说 这个女明星付出 可能有一些隐情 这是一般媒体记者的一个sense 跟一个新闻比 那跟了之后才发现说 原来他跟王敏祺先生 就是他的先生 怎么会 好像结束工作之后 他们是各回各的住处 看似好像是分居 感情好像有点亮红灯 后来拍了很多 类似可能王敏祺先生 跟人家去打高尔夫 什么等等的 后来这个事情 就浮出台面 原来才知道说 他们的婚姻已经亮了红灯 那中间可能就牵涉到 孩子的问题 那个什么 财产 对财产的问题等等 那这个之前 其实我们都已经谈过了 可是后来 大家就知道说 他们可能婚姻 真的走不下去了 那是怎么样来处理 原来他们是真的在谈离婚 那就如郑大哥讲的 昨天 他们真的是在 双方都有律师的陪同之下 但是王敏祺先生 并没有到庭 那这样子看起来 我们刚刚郑大哥说了 因为感觉上 因为记者形容 他们在庭外 有听到非常大声的争执 感觉是何如云 很大声跟这个 可能这个对方的律师 有一些争执 然后呢 有一点 这个争执不休 然后后来停了下来之后 就是刚刚就是记者拍到的 他抱头痛哭 那走的时候 他有丢一句话 他说我真的不懂法律 他希望好聚好散 那怎么好聚怎么好散 那这个话里面 因为我们真的在 这个法律工坊里面 司法工坊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知道 在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怎么会吵得这么厉害 可是从他这句话 可以感受得到 就是说他可能有一些 对方提出来的种种 可能有点 对他可能觉得 怎么会这样 可能有点无法接受 那先讲的就是说 其实在十二月二十号那一天 其实王敏祺 有聘了一个律师 就是律师团 其实他们有提出几点 很重要的一个声明 这个我觉得 我小小的提一下 我觉得这个可能会对 未来的离婚官司 其实也看得出来 王先生这边的一些态度 第一个就是说 他说其实他们从这个离婚是何如云主动提出来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过程呢 他们在这个所谓的就是谈 就是应该说协调过程里面 其实已经开了好几次了 但是何如云从来没有亲自现身 第二个他就说 其实没有何如云讲的 孩子送出去新加坡 他全然不知情 因为机票还是何如云妹妹带定的 所以他觉得他知道 然后第三点 王先生这边也强调 其实包括孩子 他呢在新加坡住的地方 联络方式等等 其实这个何如云完全都知道 但是孩子到新加坡 这个过程里面 他完全没有探视 然后再来呢 他也请律师呢 说明了几点 然后第一点就是说 其实有关媒体上面报导的 一些揣测 包括他外遇啊 然后什么带着什么小姐 再小姐去打高尔夫 等等的情势 他说呢 这个全部对他来讲 都是不实的指控 所以呢 只要是 这方面他觉得有委屈的 他一定都会提出相关的 法律的诉讼 所以其实你可以发现说 其实他是有一个 你知道吗 作战的一个计划在那里 他已经准备好了 对 因为阿德是从这个圈子都很熟嘛 那阿德你了解情况是怎么样 因为就是 其实我现在对于任何 就是只要有朋友啊 有这方面的问题啊 他们多少 来问我这方面的意见的时候呢 我基本上都不是从 要不要离婚 要不要走下去去看的 基本上我就是希望就是说 让他们从那个混乱的状态里面 先理性起来 我记得你上次来说 你其实有给他们的夫妻有意见 对 因为 然后呢 那个时候我觉得说 其实这对夫妻 其实给我的印象就是 其实两个都还蛮重视质感这件事情 你知道什么质感的 会重视质感的人 其实就很在乎 媒体上大家怎么议论他们 于是我觉得说 目前这个状况 其实谈离婚就是在作战嘛 你不应该去好好去想说 对方会不会善待我干嘛 本来就不应该这么想嘛 你就想想说 对方一定要获胜 为什么要获胜 所以为什么老公会不出席 这个协商是因为 就交给律师嘛 因为本尊出现的时候 搞不好还会讲筹谎 然后情绪也可能会比较激动一点 那不如就全部交给律师 当你发现说 其实现在在谈离婚的时候 已经在跟律师面对的时候 你就应该理性起来 不应该那么感性 我以前如果 如果他来问我这方面的意见 我会跟他这么讲 就是说你现在还记得 你现在是在打离婚官司 不是在追求一个人 所以这个时候 对方做了什么事情 都是他应该做的 对 我先插的话 眼泪哪是理性控制得住的 好 那我告诉你 眼泪是很感性的 觉得我这样付出 为什么你这样对待我 对吗 十人一嘛 可是你的观念 如果你的观念是一个 就是说你还是一个受害者 只这么想执着这个点 你当然就很容易逼出眼泪 但是你要告诉自己就是说 你是内线塞住了吧 没有 我说今天能走到 会走到今天这个抗张 发生这样的事情 基本上就一定有很多问题 累积起来的 这些问题你不能假装 就是说都是别人造成的 自己都没有关系 你的选择是怎么样 就是说其实婚姻里面 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说 不管你会要解或是要理 你还是要有一个智慧 这个智慧是保护你 也让这个事情不会负面发展的 我曾经给 就是在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曾经给一方一个建议就是说 你要记得一件事就是说 你现在要做的事情是以后你都会回顾的 你不管做哪件事情 你都要多划三思 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 就是不要只替自己讲 你想一说我如果要让对手不要攻击我 最好的方法就是我替他想 让他感触到我的善意 他才可能松手嘛 如果我都是用我自己的方式是对的 我只是更激发你更残酷的对我而已 对 这个刚刚阿德说 其实离婚的时候就像作战 没错 刚刚文婉有说 何璐云 男生把小孩送去新加坡 他知道啊 他怎么不知道 他妹妹带定了机票啊 再来 他知道但是他都没有去探视啊 就表示他很不关心啊 这威胁很伤的 我觉得说 不管是哪一个艺人 或是迷人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要记得一个原则 这原则就是说 你就是没有亲口嘴巴戳出来 你这样意测都会摔在你头上 所以双方都要想一想说 这个时候任何媒体找到 一句报道的一些放大的点啊 你想那是媒体要的重点 都不一定是对方说出来的话 这个时候你不分亲口照白 就立刻去生气 你这个检计 你们双方就是做戏给大家看 看笑话而已 大家都看完这个戏都离开了 但是你们俩要收拾这个时候 那请教一下刘律师 因为按照报纸这样写说 我真的就不懂法律嘛 我来补充一下 我想何如云跟王敏奇这个事件 双方也都找了律师 所以已经不是两个人情感的问题 很多只要到律师手上 因为律师是很理性的 他也没有参与何如云 跟他老公之间的感情 所以他们一定是站在 对于各自委任这一方 最有利的立场去思考事情 所以他们为这一方去讲出来的话 一定是没有情感 一定是残忍的 目的就是保护我的当事人 所以像他在这个离婚的调解上面 会哭 我觉得不会很意外 这个我们非常常见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第一个离婚的调解 不外讲三件事 第一个要不要理 他就想何事何如云主动 何如云要理 对但王敏奇要不要理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小孩的监务权要归谁 这个是对女方伤害最大的 第三个钱怎么分或怎么给 要不要给钱这件事情 大概就讨论这三件事情 那通常讲这三件事情的时候 因为对方是律师 通常就会很理性的讲 你说你想要小孩的监务权 何如云你想要小孩监护权 可是你对小孩不闻不问 你怎么可以有小孩监护权 何如云一定很伤心 而且重点是 讲这种话伤人以外 你何如云可能真的拿不出什么证据 因为我们人跟人生活 怎么可能随时在留证据 对不对 我在照顾我的小孩 我喜欢我的小孩 怎么会留什么证据 可是或许王敏奇 他已经有所准备了 他就会告诉你 你都没有证据 你怎么证明 你对小孩的照顾比我还多 就像提到说 你看我王敏奇有很多证据 你小孩去新加坡 你都知道 你都不去看 而且是你妹妹订的机票 这个事情都 所以会让 好像被打中的感觉 所以他完全就不断 就是感觉就是工房里面 这个王先生的律师团 是完全就是顺着你脸书 讲的东西 不断地打你的脸 因为他就说 何如云在脸书上有讲说 这思念儿子 那儿子去那个什么 去新加坡 他都不知情 当一个母亲的心情 在抒发 可是这边就是 刚刚那个刘律师讲的 他写那个字句是 就拿刀子捅你 没有这回事 那当妈妈 我大概依稀可以觉得说 如果是我在关在里面 我真的会暴哭 我可能很多委屈 我可能说 那可是不是这样 因为我没有证据 所以我变成说 好像我委屈 如果 我现在只是假设 因为听起来就是 互相揭昌疤 就很生气 对 讲的不一定是事实 没错 如果我是何如云 然后老公也站在旁边 可以走完就跑了 跑了再加一条 第一叫家暴 第二叫伤害 是喔 很大条 不能够展现不理性 完全没有办法 可是我很亲很亲 但是对方希望你不理性 你越不理性 对我越有利 对方会不会又故意 激你让你不理性 其实这个很多时候 律师会给予这样的建议